每当吃饱的时候 你的胃和你的大脑 会开始释放出瘦素及胰岛素等信号 通知身体你已经饱了 让你进入无视欲的圣人模式 这些饱足感激素的定位类似踩刹车 可以阻止你的胃口一路爆冲到世界尽头 一旦它们没有正常运作 你就很可能会失控抱持到连你妈都blend你 比如在高脂肪类型的食物中 含有一种叫脂肪酸的坏诈骗分子 会降低身体对瘦素及胰岛素的敏感性 让你不容易产生饱足感 就算吃了很多 依然会误以为我还有点饿 而在所有脂肪酸里 隶属于饱和脂肪酸的棕铝酸 对胰岛素和瘦素敏感性的破坏力最强 在牛肉奶油及烘焙用的素油中 都有这种成分 所以富含脂肪类的食物还是见量少吃了 好了谢谢您的看我的视频 请订阅关着下 拜拜了